诗诗纪第八章 以法连人对姬殿说 你去与米殿人征战的时候 没有召我们同去 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呢? 他们就与他激烈地争辩起来 姬殿对他们说 我所行的怎能比得上你们呢? 在以法连拾取剩下的葡萄 不是比在雅比乙蟹收斋的葡萄更好吗? 神已经把米殿人的两个首领 鄂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的手里了 我所行的怎能与你们相比呢? 姬殿说了这话 他们的怒气就平息了 姬殿来到约旦河就过了河 他和与他在一起的三百人 虽然都很疲乏 仍然追赶敌人 姬殿对书戈人说 求你们把几个饼 给跟随我的人吃 因为他们疲乏了 我还要继续追赶米殿人 和两个王西巴和萨木拿 书戈人的首领回答 西巴和萨木拿 现在不是已经在你的手里吗? 我们应该把饼送给你的军队吃吗? 姬殿说 好吧 耶和华把西巴和萨木拿 交在我手里的时候 我就必用野地的荆棘 鞭打你们的身体 姬殿从那里上到皮努伊勒 也向他们说了同样的话 皮努伊勒人回答他 也像书戈人回答的一样 他一对皮努伊勒人说 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 我必拆毁这座望楼 那时 西巴和萨木拿正在加各 与他们在一起的军队 约有一万五千人 就是东方人全营剩下的 因为有十二万持刀的 已经倒下了 姬殿就从挪巴和约比哈东面 顺着住帐篷的人的路上去 在敌军以为安全而不戒备的时候 击败了敌军 西巴和萨木拿逃跑 姬殿追赶他们 捉住了米店人的两个王 西巴和萨木拿 使全军都金黄 约阿师的儿子 姬殿从战场沿着西列斯的山坡回来 捉住了书戈人中的一个青年人 查问他 他就把书戈的首领和长老的名字写给他 共七十七人 姬殿到了书戈人那里 就说 你看 西巴和萨木拿 你们为了他们 曾经讥笑我说 西巴和萨木拿 现在不是在你的手里吗 我们应该把饼送给你 那些疲乏的人吃吗 于是 拿住那城的长老 又拿起野地的荆棘 用荆棘 把书戈人教训了一顿 又拆毁了皮努伊勒的望楼 杀死了那城里的人 姬殿问西巴和萨木拿 你们在他伯山上所杀的人 是什么模样的人 他们回答 他们像你一样 每一个都像王子的模样 姬殿说 他们是我的兄弟 是我母亲的儿子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誓 如果你们从前让他们存活 我现在就不杀你们了 于是对他的长子一铁说 起来 把他们杀了吧 但是那孩子不敢拔刀 只是害怕 因为他还是个孩子 西巴和萨木拿说 你亲自起来杀我们吧 因为人怎样 他的力量也怎样 于是姬殿起来 把西班和萨木拿杀了 拿了他们骆驼 颈项上的月牙圈 以色列人对姬殿说 你既然拯救我们 脱离了米殿人的手 求你和你的子孙统治我们 姬殿回答他们 我不统治你们 我的子孙也不统治你们 唯有耶和华统治你们 姬殿又对他们说 我有一个要求 请把你们个人夺得的耳环给我 原来敌人都戴金耳环 因为他们是以食玛利人 他们回答 我们愿意给你 于是铺开一件外衣 个人把夺得的耳环丢在上面 姬殿所要的金耳环 共重约20公斤金子 此外还有米殿王身上的月牙圈 耳坠和紫红色的衣服 另外还有骆驼颈项上的链子 姬殿用这些金子 做了一个以福德 安置在他的城俄弗拉 后来以色列众人都在那里 随从以福德行了协营 因此这就成了姬殿和他全家的网罗 这样米殿人在以色列人面前就被制服了 不能再抬起头来 姬殿在世的日子 国中太平了40年 约阿师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 住在自己家里 姬殿有70个儿子 都是他亲生的 因为他有很多妻子 他在世间的妾 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他给他起名叫雅比米勒 约阿师的儿子姬殿受诉满族而死 埋葬在雅比以谢族的俄弗拉 在他父亲约阿师的坟墓里 姬殿死了以后 以色列人又转去随从重巴利 行邪淫 并且以巴利比利土 做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的神 就是曾经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首的那位 也没有照着基殿 向以色列人所施的一切恩惠 恩待耶路巴利 就是基殿的家